大家好,我是李医生 说到按摩西林呢,它是一种抗生素 主要任务是消灭细菌,而不是消炎 抗生素和消炎药是两回事,不能毁灭一谈 首先呢,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炎症 炎症呢,它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当身体感受到外界的感染,外伤和其他刺激 它就会启动这种机制,出现红肿,发热,疼痛的症状 然而按摩西林呢,并不能直接消除炎症 抗生素,比如说按摩西林呢,主要是针对引起炎症的细菌 进行一个精准的消灭 一旦细菌被消灭,那么发热和疼痛呢,就会自然消退 然而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呢,炎症啊,不总是由细菌所引起的 有时候呢,病毒也会在体内引发炎症 那抗生素对病毒啊,是无能为力的 当然这种非载体的抗炎药,比如说布洛芬啊 再来西部,双氯粉酸钠,包括美罗西康 效果不明显的时候啊,医生可能会考虑使用 载体类的消炎药啊,比如说激素类的药物 比如第三米松,甲破尼龙等等 这些药物呢,它能够更加有效的帮助 控制炎症,减轻痛苦 虽然说很多人将按摩西林啊,与消炎药混为一谈 但其实呢,按摩西林并不是直接 针对炎症的药品,而是用来消灭细菌的抗生素 在使用任何药物之前,我们都需要与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 以确保获得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 好了,我们这一期的健康分享啊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